这个美女乘坐的飞机遇到了空气乱流 悲催的是美女这个时候的肚子就犹如一千头大乡正在奔腾 更悲催的是目前的情况飞机的厕所处于关闭状态 好朋友健壮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啊 这一幕让小胖想起了那段痛苦的回忆 还记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 朋友们一起相约旅行 本来大家高高兴兴的 突然传来了一声噩梦般的声音 而那一年的高速特别的堵 车上的美女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她面红耳赤满头大汗 即将到达喷发的边缘 美女让小胖赶紧给她找一个能上厕所的地方 但是高速上怎么可能有厕所 要是实在憋不住 干脆就在车里拉吧 这个提议让美女看到了喜望 她赶紧让朋友们给她找一个带子 不过这可是钢铁的新车 根本没有带子 小胖劝她再忍一忍 这时候美女灵机一动 她想到了自己的包包 但是就被小胖抢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美女看到了车上被撕掉的塑料膜 她叫小胖撕下塑料膜 然后找带子垫在座位上 看着这样的场面 小胖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她想要下车 但是却被美女拦住了 那一天的戏意 就犹如天上的云彩一般 久久不能散去 而今天 同样的事情即将再次发生 小胖让她深呼吸调整一下 果然 深呼吸根本没有效果 美女抬起胳膊 看着胳膊上竖起的寒毛 小胖知道 已经快要大结局了 美女站起来想要去厕所 却被做空城的好朋友拦住 空城告诉她 现在正在遭遇气流颠膜 上厕所会摔断膜子的 比起拉屎 性命更重要 美女乖乖的坐下来 然后拿了一本杂志 分散注意力 好朋友感到很心悲 突然美女将杂志撕开 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熟练的让人心疼 控制机房解开安全带 抱起了美女 想要将她代理人群 然而 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飞机突然再次的点 看着五彩斑斓的泡泡 空城第一时间 就是要保证乘客的安全 而她一回头 估计这一顿下去 未来三天都不用吃饭了 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 一定要先解决好个人问题 毕竟这种事情 即便你的意志力再坚强 她也不受你的控制 这部电影名叫娘娘枪日记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搜索完整晚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关注 么么哒